国父思想教师及课程简介 姚贵雄老师 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国父思想 学分数两学分 授课教师介绍 姚贵雄老师联络电话 02-2782-1862 分机165 Email账号 BER4563 小老鼠 cc.cust.edu.tw 办公室位于荣华楼五楼 教师的专业领域 是法律学 政治学 科目宗旨 中华民国宪法前言里面有说到 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 为巩固国权 保障民权 奠定社会安宁 增进人民福利 制定本宪法 学习目标 本课程目标 来让学生认识我国宪法的立宪过程 及其发展 进一步了解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 与人民的权利义务内涵 提认我国实施民主宪政的进程 学习对象 本课程为二专的学生所开设 同时也适合其他有兴趣的同学自修学习 学前能力 本课程必须具备以下基本能力 第一 须具备的基本程度 是高中职的公民与社会科目学分 第二 建议具备之能力 对人权与法治 有学习热忱者 还有懂得不让自己基本人权睡着的人 学习方法 一 课前预习 依照课程规划预习线上课程 第二 课程中 积极参与各项学习活动 除了依照进度观看课程 在每个单元学习后 进行综合练习 验证自己的努力 第三 课程后 习题若不会 则代表有观念尚未了解 同学应重新观看课程或记录下来 在面授的时间 向老师请教 教学大纲 第一周 第一个规划学习主题 就是对于教师及课程的简介 第二 规划学习活动 讲解课程的进行方式 第二周 一 学习主题 第一单元是国家与人民 第二单元是法律的基本概念 同时有 学习活动有 线上讨论 第一个主题 平台 使用问题的反应 线上讨论 第二个主题 我国立委 选举才单一选区 两票制之我见 第三周 学习主题是 宪法的基本概念 学习活动 是线上课程的问题 与讨论 第四周 学习主题 第三单元到第四单元 讨论宪法的起源 与民主政治 同时线上讨论 第三个主题 废除死刑之我见 第五周 学习的主题 第五单元 宪法的制定 变迁与成长 第六个单元 宪法的序言 与总纲 同时线上讨论 第四个主题 目前 公民投票法 这内容 是否完全符合 主权在民的精神 第六周 学习主题 第七单元 中华民国立宪 第八单元 中华民国行宪史 学习的活动 有线上讨论 第五个主题 安乐死 合法化之我见 同时进行 线上作业的第一次 第七周 学习主题 第九单元到 第十单元 讨论 基本人权 平等权的内容 学习活动 有线上讨论 第六个主题 我国宪法 保障人民 言论自由之我见 同时进行 第二次的 线上作业 第八周 学习主题 是内部精神自由 学习活动 是线上课程的 问题与讨论 第九周 乃期中考时间 所以 并没有这个 学习主题 第十周 学习主题 第十一到 第十二单元 讨论自由权 学习活动 有第七次的 线上讨论主题 选举前 产生幽灵人口 之我见 第十一周 学习主题 是第十三到 第十四单元 讨论意见 表现自由 学习活动 有第八次的 线上讨论主题 我国宪法 保障立委 言论 免责权 自我见 同时进行 第三次的 线上作业 第十二周 的学习主题 有第十五单元 国家赔偿 请求权 选举权 以及第十六单元 公民投票 与创制复决 学习活动 有第九次的 线上讨论主题 我国总统选举 采相对多数字 之我见 第十三周 学习主题 第十七单元 讨论公民投票 与创制复决 第十八单元 讨论总统 第十四周 的学习主题 第十九单元 讨论行政院 第二十三单元 讨论立法院 第十五周 学习主题 第二十一单元 讨论司法院 第二十二单元 讨论考试院 学习活动 第四次的 线上作业 第十六周 学习主题 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四单元 监察院 学习活动 是第十次的 线上讨论主题 本学期 远距课程意见反应 第十七周 学习主题 讨论我国地方制度法 学习活动 指线上课程问题 与讨论 第十八周 是期末考的时间 所以并没有 学习主题 成绩考评方式 线上课程 报课的记录 参考学习进度中 课程的部分 百分比是 百分之五 第二项 线上测验 就是学习进度中 测验部分 平均的分数 百分比 百分之五 第三项 线上作业 学习进度中 作业部分的 平均分数 占百分之五 第四项 线上讨论 就是参考 学习进度中 讨论部分的 总篇数 占百分之五 其他加分的项目 包括上课的笔记内容 占百分之五 那教室 教室道课记录 就是上课点名 占百分之五 以上 平时成绩 共占百分之三十 第二大项 是期中考的成绩 占百分之三十 第三项 期末考的成绩 占百分之四十 未来的学习方向 第一项 相关的课程 继续研读 有关宪法的课程 第二个 延伸的课程 就是有关 政治学的课程 以上是 远距课程 国父思想课程的 课程简介 与教师简介 希望同学 有兴趣 来学习这个科目 谢谢各位同学